东森新人王电视淘汰赛 本周进入前14强的竞赛 选手们要以观众票选出来的 指定曲来PK 那么主要是跟同组的队员 来一决胜负 那么谁的亲友团自给力 谁再有机会拿下冠军呢 来看记者叶洪志林品君的 这个新人王快报 东森新人王看谁来车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新人王快报 我是叶洪志 我是林婷晶 洪志我们这个新人王淘汰赛的节目 已经进行到第九集了 没想到陪他们这么久了 那相信观众朋友呢 对这些新人王小朋友 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 要挑战的题目呢 就要回馈回观众朋友 是的 这个礼拜呢 就是观众朋友们要上网呢 选出他们理想的这个参赛选手 要唱什么歌 也就是所谓的指定曲打赛 除了有观众的投票跟指定呢 这些新人王小朋友的亲友团 也特别录了这个video 来送给他们 来说出他们希望他唱什么歌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家人 那我们要派出的就是秋山 他请到了全家人出动 然后来要跟说说 他希望他唱什么歌曲 哥哥你从小就喜欢唱歌 妈妈也很爱听 在这一次比赛一路走来 妈妈看到你所有的辛苦 努力还有所有的成长 心中为你感到非常地骄傲 下一次比赛呢 妈妈觉得你可以唱末班车 或者是曾经太年轻 两首都非常好听 相信你会诠释得很好 也唱出你自己的风格 先错 加油 爱你 听见啊 那这个秋妈妈的愿望 后来也没实现 果然这个观众票选呢 都没有辜负秋妈妈的期望 就是要来演唱 这个肖黄级的末班车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秋山真的是因为在妈妈的鼓励之下 他把这首歌真的唱得非常的有感情 而且他也进步非常多 那女生组方面 有没有人也受到家人的鼓励跟支持呢 女生组方面 这次李健就有家中两位最重要的男人 也就是他的老爸还有弟弟 都来为他加油打气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我的女儿在第九场比赛当中 能够唱《指望》这首歌 因为另外两首歌是英文歌嘛 那么这首歌是中文歌 我觉得呢 她会能够借着中国的语言 能够更好地把歌的内容诠释得更好 宝贝女儿加油啊 爸爸永远支持你 在第九期的比赛当中呢 我希望我姐可以唱《指望》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无论是在作词还是作曲上 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相信我姐可以把这首歌给大家带出来 然后让大家拥有一种 不一样的指望的感觉 李健加油 听起来李健这个加州最重要的两个男人呢 都是希望她唱同一首歌 结果这个票选出来的结果是 票选出来的结果呢 李健呢就是要来唱这一首《愈可为》的《指望》 我们来听听看她怎么样来诠释 李健唱的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果然没有辜负家中最重要两个男人的指望 那想要看她们这些深情的演出呢 请在9月1号星期天 不管是美东还是美西都是晚上8点钟 锁定东森新闻 美东超级还有超市无限62.6台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节目 在这边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哦 9月7号呢就是我们的新人王初赛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前往观摩的话 记得打电话到我们东森美洲台锁票 就可以在当天前往观摩 那其实第9集的淘汰赛播出之后呢 也就是代表我们这个新人王前12强 已经选出来了哦 那这些人都可以进入初赛 想要再认识这些新人王选手呢 请持续锁定我们新人王的相关节目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新人王快报 东森新人王 看谁来真王 请不吝点赞订阅